作词 李宗盛 各位 塞尔达传说系列在全球有着众多拥躬 也是任天堂旗下的一个重要的IP 即将到来的旷野之西二也令无数玩家翘首起拍 我本人呢不敢说自己是塞尔达系列的超级粉丝 可是重要的正传作品啊 我也都算是认真玩过 包括SFC上的这个众神的三角力量 到N64的石之敌梅祖拉的假面 再到NGCV版本的黄昏公主 然后现在旷野之西 还是NGC上的风之杖 这些我都玩了 当然有的是当年玩的 有的是后来补的玩啊 但反正也都算是玩过 可是每一回玩啊 就越发有一个问题 萦绕我心间挥之不惧 为什么呢 游戏的名字叫做The Legend of Zelda 塞尔达传说 对吧 可是其实塞尔达公主呢 却并非每一座都有登场 起码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呢 在梦见岛啊 现在翻译成知梦岛 在这一部作品之中呢 塞尔达公主就没有登场 林克一开始把一姑娘误认为塞尔达 但只是长得像 她并不是塞尔达公主 所以这你看 怎么回事啊 塞尔达并非每一座都登场 当然每一座都被提及 但她未必登场 而你操纵的角色却是林克 并且林克每一座都登场了 对吧 但是游戏却叫做The Legend of Zelda 而不叫The Legend of Link 就让人觉得很奇怪啊 你试想 如果啊 超级马里奥兄弟的名字呢 叫做超级桃子公主 可是你每一次却操纵的是马里奥兄弟 那么请问这个水管啊 到底是谁在疏通 究竟是啊 这个桃子公主加马桶堵了 注意城堡马桶堵了 那是请马里奥过来疏通 那毕竟人是水管工嘛 还是你自个儿疏通啊 这个DIY Do it by yourself 我很好奇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林克 你看主人公游戏的名字 却不以他为秘名 怎么回事啊 于是我也做了一些考证之工作 那首先我们要理解林克这个角色 林克这个角色啊 绝非只是一个单纯拯救公主的英雄 每一座这个脚踏七彩祥云啊 那这个七彩祥云是没有啊 剑顿还是要有的 就拯救公主啊 他不是这样一个单纯的结色 根据官方的这个海拉尔历史啊 资料设定中来看呢 林克这个名字啊 Link连结嘛 当然这个连结啊 不是这个送快递连结啊 这就是连结什么呢 是把人民啊群众啊连结起来 因为林克作为三角力量中的一部分 或者传承者吧 他你看他起到这个重要的作用 但是呢 林克这样的一个决策的存在 却又不是这个The Legend of Zelda 就这个塞尔达这个公主周而复始 整个传说不断循环 或者不断重演 但是每一次的演变却未必一致 对吧 他却不是这个不断重演 这个黑暗力量加农控制公主 然后林克出现 他整个周期不断重演 林克不是这里边的根源 林克更接近一个工具人 所以我们虽然操纵的是林克 但是整个故事的构建之中 整个大的世界观里面 林克却只是沧海一树 汪洋中的一条船 所以好像从这个角度来说 不以他为秘名啊 好像勉强说的过去 毕竟更高力量的存在是Triforce 就是所谓的三角力量 那么问题又来了 那为什么不干脆叫The Legend of Triforce呢 为什么不叫三角力量传说 也很合理啊 既然塞尔达也好 林克也罢 甚至加冬也好 终究是三角力量之下的这么一个配角而已 那干脆为什么不叫众神的三角力量呢 就是为什么干脆不叫三角力量传说呢 这个也可以讲明白 因为最最一开始的设定之中 当然其实FC上的两座啊 我到现在也没有认真玩过 所以呢 我这个是看的官方设定集 其实在一开始的设定之中 似乎三角力量是一个非常不明晰的存在 甚至没有真正的出现过 因为这个三角力量啊 大家看到这个三角力量的logo 大家看这个logo像不像啊 这个其实是龚本茂从北条式啊 战国时期的北条式的嘉辉之中 挪用而来 那么在游戏中的设定呢 这个Triforce是创造海拉尔的创世神 留下来的遗物 蕴含了他的力量或者能量 换言之或许在游戏最最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三角力量的设定还不明晰 或者说他的重要性还不够 所以就没有叫这个众神的三角 就这个三角力量传说 那么三角力量在后面越来越凸显之后 可能再改名字也不大现实 所以这个大约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林克也有点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OK 那再回到最一开始 那塞尔达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塞尔达也不仅仅是一个等着林克被拯救的公主 她在游戏中 在剧情中自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可是这个名字啊 怪怪的是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她的名字的起名的缘由啊 也就和这个为什么系列叫做众神 这个塞尔达传说有很大的关系啊 根据这个相关的资料显示呢 公本帽啊 是菲斯杰拉德 就是写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一位作家的铁粉 她非常喜欢这一位作家 菲斯杰拉德本身颇具传奇性啊 那她的老婆呢 名字叫做Zelda 菲斯杰拉德 名字就叫塞尔达 菲斯杰拉德 但中文的翻译 好像没有翻译成塞尔达 拼法一样 Z-E-L-D-A Zelda 所以呢 就把里面的这公主取名叫做塞尔达 所以干脆就连带整个传奇 变成了所谓的塞尔达传说 这个时候是最一开始的原因 那命名如此之后呢 等到后面林克半的戏份越来越重 三角力量也在中间显得越来越重要 似乎也就不大方便改名了 所以大致原因啊 就是这样 并没有特别复杂而已 等于说有点类似于啊 当然不是很恰当 有点类似于最一开始的生化危机 发生在洋馆之中 所以呢 翻译成所谓的恶灵古堡啊 当然这个是刚才的翻译成 所谓的恶灵古堡 那后来呢 恶灵可能还有啊 它古堡也没有了 那可是也就没法再改了 所以就这么一直 就延续了下来 有点类似于这么一个套路 所以直到今天啊 虽然你每一座扮演的都是小英雄 林克 有时候也不小啊 我说的是年龄啊 但是他从来没有叫做林克传说 大概原因也在于此 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有点短 那可是说话说完了 咱也不能硬往里边灌水 延长时间 是吧 所以剩下这点时间呢 我想再会不厌其烦的 和大家聊聊啊 这个即将上线的 哎呦 这个细看从头 细说从头啊 我把这个东西掉门 掉的太高 到时候节目不怎么着 可能反被打脸啊 但是如果节目不怎么着 这个不是态度的问题 而是能力问题 我是尽我自己的最佳的水准 也尽了最大的努力 去把这个系列做做好 因为其实 这种游戏历史的 或者怀旧类型的节目 它的播放量都不是特别好 朋友们也常常为我担心说 哎呦 看到像有些节目的播放量 不怎么着 是不是凉了 或者怎么着 首先从来也没有多热过 其次也谈不上凉不凉 因为如果你想要 追求一些播放量 当然以我的这种 非常有限的影响力 你想动不动 有一期几十万 什么一百万的播放量 这个我确实打死也做不到 但如果想要数据略好看一些 其实也不那么难嘛 比如说把一些热点话题 多聊聊 热点游戏追一追 那包括老头环 老头环这个也有意思了 先聊一下啊 我本来是因为 这个测试我参加了 我是真觉得这个我玩不来 可是呢 所以我就没买 但是我不是跟朋友 HomePS的账号嘛 结果他呢 问我说要不要玩 我说我不玩 结果他自个买了 买了之后跟我说 那你就玩玩吧 反正买都买了 你不玩白不玩 也有道理吧 那我就玩玩看啊 反正这么一玩 又死了好多回 改天啊 可能看看明天的节目 和大家再聊聊 我这为什么死了这么多啊 手这么残 这个再聊 那可是就说你想要追求一些热度 不是那么困难 可是我觉得啊 还是要把自己想做的东西 把它做出来 对吧 包括啊 我也真正觉着 因为你无论是做游戏up主也好 还是你干什么事也罢 起潮总有这个落潮时啊 这总有这下台的一天 总有啊 要和大家告别的时候 我想啊 那如果有一天不做up主了 或者不做游戏类的内容 或者做的越来越少的时候 起码能够把这一套啊 电玩戏说 从头留下来 作为一个作品 我觉得这个是我心理上 相对比较能够接受 也比较舒服的 所以我是尽我的力气 去把它做好 至于能不能做到特别好 坦白的说啊 这个还得靠各位评判吧 反正呢 尽尽力做吧 OK啊 这个就这么多吧 该说的话也说完了 那接下来广告时间 还是淘宝店啊 淘宝店没有上新的节目 反正已经有的呢 游戏类的也有啊 比如说像游戏历史的 我的PS传奇 我的任天堂传奇 我的游戏人生年鉴 还有我的卡普空传奇啊 这些都不错 那非游戏类的呢 也很多 少红谈天说地系列啊 每一季都有不同的主题 像这个悬案时日谈 恐怖时日谈 总之风景游人 大家挑自个儿喜欢的买来听 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